另外,今天可以跟進的方法是九指 九指和其他資料股 主要是炒一個 希望將行業出來看 將來會加價 加指價 但要小心 加指價這個衝勁 其實在五月的時候也試過一段時間 但飆完之後就回落 今日也有資金流入 回到一些資料股份 要抱一個比較緊張的情況 如果這兩隻 兩大支的資料股 其實如果是跟進的話 我覺得是短期 你看到技術走勢 以及接下來 看看它有沒有加指價的空間 是有一定的直播性 但如果它真的 回到今天的低位 好像九指今天的低位在哪裏呢 我都覺得短期應該要走 再之前的低位是九指 我覺得如果你不想放太低的話 這兩隻 放到今天的低位 其實都應該 如果可以適合 我還是要防守 以及紀律應該要高一點 九指的資料股份 10.3 你問 今天的低位在哪裏呢 今天的低位是六點零五 如果它真的失狀的話 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應該要走 未必是這麼直播 因為它失狀的話 很大機會 其實兩隻剛破的降軌 都應該是 假得破的 不可以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可以去看 2.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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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